英國政府從星期日1月31日開始向香港居民開放BNO簽證通道 符合條件的香港人通過網上預約申請BNO簽證 BNO簽證的全稱是英國國民海外簽證 英國政府預計大約將有30萬人會利用BNO簽證移居英國 英國的BNO簽證政策是中國在香港施行國安法之後推出的 英國政府認為港版國安法違反了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協議條款 中國此前表示港版國安法對於防犯2019年出現的示威是必要的 在英國去年7月份宣布將為多達500萬符合條件的香港人 開闢一條特殊移民通道 讓他們在英國生活工作並最終定居之後 很多人就敲定了他們離開香港的計劃 英國首相約翰遜上星期表示 我們為香港的BNO身份持有人在英國生活工作和安居提供了新途徑 對此我們感到非常好 他還說通過此舉 我們加強英國和香港人之間的深厚歷史聯繫和友誼 並捍衛英國和香港同樣真實的自由與法治 根據BNO簽證政策 成功申請並得到簽證的香港人 將可以在英國生活5年後申請永久居民身份 獲得定居身份12個月後可以申請英國國籍 準備收音樂 調教師 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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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